歡迎來到看電視老飯的節目時間 我是你的帆友輝仔 早安 午安 晚安 全人安 大家好 記得點讚 訂閱和分享這個頻道 今天想講一下中年號聲音3 究竟這個比賽是想講中年的人 如何面對重重困難 生活壓力 家庭壓力 工作壓力 而去繼續追夢 還是殘酷翻丁 為何會這樣講 就是今天有一個參賽者 一開聲去到尾 全部每個字都是黏理根 由頭黏到尾 我要把電視的聲線調到最小 讓他隨我再聽聽評判說什麼 這麼嚴重 這樣也不能入位 不是吧 有沒有尊重觀眾的 好 另外上一集那個所謂癡紅莫變 什麼癡紅莫變呢 什麼溫怨呢 一個男人 扮到女人的樣子 留上頭髮 用解音唱歌 中間還要跌回到男人的陰域 有多溫怨呢 別當觀眾傻了 當然你可以說這是節目效果 喔 講來灰癡一下而已 OK 你可以這樣講 講講歌唱比賽 順便講一下支持 他到現在還沒有續到合約 說真的大台用上全國這麼大的網絡去捧他 其實不是真的他自己唱得很好 是真的大台用上所有人脈去幫他去捧他 但他應該有些感恩的心 但是沒有 連幾年的經理人合約都不留給大台 說真的你簽了大台經理人合約 接著你可以簽國內大的唱片公司 可能五年這樣 接著你再自己發展 都合理一些 現在正是反骨 令到我對他的印象完全是很失望 和之前他想做出來的形象 或者是傻奸奸 或者沒有什麼機心的 是完全大相敬廷 有一點點令我覺得好像欺騙了我們很久 說真的 你簽五年大台經理人合約 你中間這段時間也要讀書的 那就是有一樓讀書 一樓大台幫你 在外面找一些工作去做 一樓捧你 不太好 之後天空海闊你喜歡簽什麼就簽什麼 過五年 但不是的 都未學走 先學走 就反骨了 那之後你唱歌 我怎樣投入去聽你唱歌呢 一見到你就想起反骨 無論你表現得多心情 用多少技巧都好 你都是一個反骨 根本投入不到你唱的歌 那好好心思熟練想一下 那以上的言論來說 都是一個普通的觀眾 電視觀眾的感覺 好稀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